首先第一個嘛 民進黨的名單他已經 訴說賴清德他現在未來 接下來選戰的一個策略 基本上就是完全放棄中間選民 放棄年輕票 就直接跟基本教育派投降嘛 為什麼這樣講 你直接看就知道 第一名的確是林月琴 沒有錯嘛 對不對 他會講說他是這個兒哨福利的啊 相關的啊 感覺是一個這個 像是NGO一樣這種民間團體的角色 但你直接看到第二名 第二名是誰 沈柏洋 但沈柏洋他代表是什麼 男生第一名喔 他其實不是第二名 沈柏洋如果放在第一名跟放在第二名 意義是一樣 因為有女性優先的問題 所以沈柏洋基本上就是民進黨第一名 但是你疏難想像 他用一個軍事的身份 軍事專家的身份 認知專家的身份 但全世界都知道賴清德把他擺在第二名是什麼意思 擺在第二名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全面抗中保台嘛 我要訴求這樣的理念跟政策嘛 所以後續什麼游錫坤科建民那個都不重要 那個都政治組的 基本上他名單也沒什麼亮眼 唯一讓我驚嚇的就是大概有萬老師這件事情而已 這個郭什麼琴的嘛 萬老師 我只記得他叫萬老師 對不對 那歌我就不唱了 但我的意思說 基本上你關鍵就是看到那個沈柏洋就好了 那沈柏洋我也過去做過什麼事情 他說三百萬的黑熊大隊 各位現在有看到嗎 曹青城說要抖內給他 各位有看到嗎 都沒有啊 他唯一的作用是認知作戰 認知作戰不是對岸 而是對自己人 對自己人說要抗中保台 那他唯一做過一個豐公違約就是 在淘寶賺了不少錢 買了淘寶貨200塊 然後冠上台灣價值一千八百的時候賣兩千塊 了不起 那名字獎支持著買單嘛 但是我就問說 除了聲率之外 包括年輕人包括中間選民 大家看到沈柏洋這個咖 心中作的感想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這個賴清德的名單裡面只有兩個亮點 只是這個亮點是充滿驚嚇的亮點 一個叫做沈柏洋就是淘寶仔 另外一個是誰就是萬老師 萬老師的身份不是藝人 各位你不要搞錯 他寫什麼袖珍藝術家 我其實搞不太懂什麼袖珍藝術家 他這個身份就是徹業網軍嘛 因為過去他順時鐘嘛 所以這是民進黨的部分區名單 民進黨的部分區就只是想說 我要把聲率的基本盤固穩 這樣就好了 但是他有個大問題 因為新潮有壟斷 新潮壟斷的狀況下 其他派系根本就不會理你 所以鄭國會也翻桌啊 英系也翻桌啊 誒說好陳時鐘呢對不對 蔡英文念之在之 你要把陳時鐘給擺進去嘛 醫療也沒有嘛 所以我跟你講 民進黨這個就是史上最糟糕的部分區名單 不只是對社會大眾 對民進黨內部也是 這是兩個都是哦 反觀國民黨其實國民黨的名單很清楚 國民黨叫做準部長名單 隨便幾個 像這個陳永康 他是什麼海軍二級上將 他是潛艦國造的發起人 國艦國造的執行人 所以他是具備有高度的專業軍事背景 他未來就是剛剛有資格擔任國防部長的角色 如果執政的話 因為部分區他是可以地補的嘛 各位不要誤會 部分區就算他去當部長後面的補上來就好了 然後再第二個你比如說像這個翁曉玲對不對 他是前NCC委員 他未來是什麼 他未來肯定是主子主責NCC主委 類似這樣的工作嘛 再來一個吳宗憲 不是這個憲哥 因為我們剛好說旁邊攝影棚 不是那個憲哥 吳宗憲過去是擔任檢察官 二十幾年 辦過鄭文燦 叫做藍綠通殺 所以他只代表一個概念 公正 然後做什麼 特徵組 法治局局長 資格豐富 歷練完整 所以吳宗憲這都是一個要求 所以你仔細看國民黨這 專業組的部分 他已經明白著 這是未來他的準內閣名單 再來還有準縣市首長名單 比如說你像柯之恩 謝榮介 對不對 像這些什麼蘇貞犬之類的 這些人 他的意義代表什麼 意義代表說這些人是未來的戰將 就是說他可能培養兩年之後 他就會直接投入地方選舉 這是最重要的 那回過來最後我講到說 民眾黨的部分區名單 民眾黨的部分區名單 基本上就是黃珊珊名單 就是說充斥了 黃珊珊的陰影的人馬 否則這是連民眾黨內部 大家對於這份名單 其實都高度一見 他們當初投票的時候是7比4 有4票反對 這非常高 你說7比4為什麼很高 你把7少掉兩票 4多兩票就翻盤了 所以只差了兩個人頭 兩個人頭 就可以決定這份名單要翻盤 代表高度的爭議性 那你說柯文哲裡面到底有什麼人馬 沒有就黃珊珊 不是黃珊珊 就黃國昌一個人 只剩下黃國昌 其他的都是黃珊珊 可能認識的啊 找來的啊 金主啊 都是黃珊珊人馬 所以這名單大有問題 紅珊珊 大約 上班 上班 快三個月 在四個月 小丹珊 然後 北京 空滑 打 很高 小丹珊